她被称为纯玉天花板 也是王思聪都搞不定的女网红 靠出众的外表走红网络 坐飞机时 机长专门给她送了果盘 为讨好她 男粉丝买下一颗小行星 专门以她的名字命名 走红之公然内涵 易梦玲靠男人火 转头就和00后男友秀安爱 两人的恋情遭到全网炮轰 今天就来复盘一下网红方圆的走红之路 方圆1998年出生于广东潮汕 原生家庭普通的她 在高中没有毕业 就出来兼职模特赚钱 她身材窈窕 身高1米7 体重却没有90斤 再加上她高超的颜值 在做模特时 就是小有名气的存在 但方圆并不满足于此 在短视频兴起后2017年 方圆加入了抖音平台 她长相大气 笑容甜美 成功圈了一波粉丝 虽然当时只有几万粉丝 但王思聪都关注了她 甚至还夸她是全网最干净的女孩 不过方圆对王思聪并不感冒 最开始方圆的视频 大多都是一些对嘴视频美是美 但在美女如云的短视频 方圆却也难逃 与其他颜值主播雷同的命运 因此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直到2020年3月 凭一条的旗袍漫步视频 方圆获赞百万 一夜之间成为了400万人心目中的 纯玉女神天花板 至此 平台沉淀多年的她 正式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热度风暴之后 方圆确定了视频风格的方圆 仿佛开了挂 各种纯玉穿搭 尽显好身材 游离在清纯和妩媚之间 无论是旗袍短裙 还是青春学生装 都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一步一去是相似 太瞎人惊 浑身萦绕着慵懒迷人的欲解气场 能在极强氛围感和男友视角拍摄中 化身为让人魂牵梦绕的梦中女神 一夜成为国民女友除此之外 方圆还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清醒人设 经常在直播间和粉丝聊天 凭实力演绎 什么叫美女 不仅长得好看 还有脑子 在粉丝与她聊到情感中 谁应该更主动问题的时候 她也能以此出发 深话这个问题中包含的 更多值得探讨的点 比如男女平等关系 讲述到真正的男女平等 在输出观点的同时 也帮助粉丝回答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对于网友调侃她的普通话 方圆也是不卑不亢的回应 三观正 脑露清晰的方圆 以正能量 有涵养的沟通对话 展现了她的善良品格 与超高情商 网友也被这样的方圆持续吸引 而她的美丽不止如此 据传言 在一次航班上 机长特地为她送去果盘表示敬意 而她的狂热粉丝 甚至为她买下一颗小行星 并以她名字命名 方圆已经掌握流量密码 她深知自己的优势 所以经常拍摄展露身材的视频 她每个视频 都是穿着能凸显自己身材的衣服 不是露肩的长裙 露腰的短T恤 就是酷辣的小短裤 没想到 因此也遭到了一些网友的非议 不少网友认为 她是打擦边球 以此博得群众眼球 面对网友的指责 方圆大大方方回应 这是展示自己的方式 这回应也狠狠圈了一波粉 可人红事非多 她遭受的质疑还不止这些 靠着春玉峰 成为网友口中的氛围感女神 没想到走红之后 争议不断 不仅被网友嘲讽过河拆桥 还贴上了模仿易梦玲的头衔 方圆究竟经历了什么 网友发现 方圆经纪人管理的小号 作品全部被删除 账号也被转为私密账号 网友也是一头雾水 粉丝都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方圆回应是与经纪人意见不合后 才解约停更 他的本意是 这个视频更新自己的日常 不想更新一些没用的视频 但经纪人不同意 于是两人就谈崩了 没想到这个解释 却引来了网友更多的质疑 网友骂他是过河拆桥 靠着和经纪人合作后才火起来的 现在火了就翻脸不认人 尽管与经纪人 解约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但方圆的事业 却并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更加的顺畅 不仅登上各大综艺 还解锁了影视行业 还曾给男人装 杂志拍摄了12月刊的专题片 随着热度越来越高 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而方圆最大的争议 就是被质疑模仿易梦灵 易梦灵也是网红界的纯玉天花板 身材和方圆一样 高挑又鲜瘦 模样十分清纯可人 也是靠纯玉风走红 也不能怪网友质疑 毕竟两人的风格 可以说十分相似 甚至有网友根本分不清两人 两人都是顶着一头大波浪的发型 都用茂密的头发 营造高颅顶 除此之外 穿衣风格 视频拍摄风格 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所以方圆和易梦灵 到底谁抄袭 谁就成了网友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网红圈风格相似十分正常 但网友却不依不饶 很多网友认为 方圆是在模仿易梦灵 经常在评论区指责她是学人精 但也有粉丝认为 方圆早期就是这种甜美风格 那时候易梦灵还没有火 根本不存在模仿易说 面对网友的质疑 方圆也在直播的时候回应 自己谁都不像 告诫网友不要再因为这件事吵架 可依然有网友不依不饶 在评论区嘲讽方圆 对此 方圆也霸气回怼了她 表示自己找不到男人 和她一起模仿 本来这件事还没那么多粉丝关注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网友的热议 网友认为 方圆此言是公开回对内涵易梦灵 靠男友马思维上位 易梦灵男友是说唱圈知名的 rapper马思维 人气相当火爆 因此作为她的女友 易梦灵也受到了不少关注 方圆的这番话 直接引起易梦灵粉丝的不满 评论区彻底沦陷 眼看舆论愈演愈烈 方圆只能发视频道歉 她表示对自己说过的不当言论负责 但谁也没想到 打脸来得怎么快 看不起易梦灵 靠嘻哈男友走红的方圆 自己也步了后尘 前脚公然内涵 易梦灵靠嘻哈男友走红 后脚就和自己00后 网络说唱男歌手 谈起了恋爱 这双标行为引起群潮 甚至为守护男友 向全网开炮 方圆也没想到 自己谈个恋爱 竟然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公然内涵 易梦灵靠男友上位的方圆 竟然也在不久后 和一位说唱歌手 谈起了恋爱 方圆在一次直播中 网友纷纷cue她和连迈 两人也因此结缘 被网友戏称为 说唱圈编外rapper 靠翻唱热门歌走红 自己没有任何原创作品 翻唱的基本都是口水歌 两人认识之后经常连迈 也收获了不少的CP粉 网友更是起哄 让Au买票飞过去面积 结果Au真的去了 从那以后 他们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 网友纷纷猜测两人在一起了 但两人从不承认 Au还多次强调 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没想到网友却在一首歌 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歌词里 Au的新歌竟然用藏头诗 直到9月方圆才官宣了恋情 但不少网友并不看好这段感情 毕竟两人 不管是年龄还是名气上 都有着明显的差距 甚至有网友开始 对两人的感情指指点点 还有网友认为 方圆这操作真下头 之前瞧不上一梦灵找rapper男友 结果自己还找一个不知名rapper 这种双标行为 也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面对网友的闲言闲语 方圆被彻底激怒 为了守护男友 直接炮轰网友 两人也度过了一些甜蜜的时光 遗憾的是 这段恋情并没坚持太久 网友拍到方圆和其他男人 出现在了酒吧 据悉这个人就是网红铜锦城 之后 火速地删掉了何方圆的视频 一段看似甜蜜的恋爱就这样结束 没多久 方圆又传出了新绯闻 网友发现 方圆和Kapper两人 二月份在同一天 晒出了一张日落风景 一次恋情曝光 但女方随即否认恋情 没想到 转头就被扒出多次去看 Kapper的演出 甚至还给Kapper过生日 尽管一系列实锤 但两人还是识口否认 Kapper直播澄清是好朋友 并不打算谈恋爱 方圆还说出了 自己不认识Kapper的话 本以为此事能够告一段落 没想到 在Kapper的好姐姐乃万遭到淘汰之后 方圆火速更新了一则动态 照片中方圆脖子上戴的项链 就是Kapper曾经送给乃万的那一条 种种巧合很难不让人怀疑 而乃万对于网上的舆论 也是直接回复两次晦气 乃万和Kapper也互相取关 不管两人有没有在一起 但这种一系列暗戳戳的操作属实 让人生厌 而方圆的前男友 在直播中 报了一些关于方圆私生活的料 虽然不确定是否真实 其中最近报的是爆料 方圆在两人没正式分手之前 出轨了Kapper 此时也引起了热议 但真假可能只有当事人知道了